中華民國110年元旦升旗典禮 典禮開始 全體肅立 主席就位 唱國歌 贊民主義 迎接到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合得市長陪著很多新年居民眾 在一月一會的早上 天外公就等著來到新年 南英力道新光芯 參加聖旗典禮 商旗敬禮 今天是2021年1月1日 2021年新的開始 民國110年新的一個開始 我們台南市政府舉辦升旗典禮 主要的用意當然是一方面 要彰顯牛年的新的精神 希望能扭轉乾坤 第二個原因當然是要凝聚民眾 對於國家的相信力認同感 我會提供 雖然說新冠危險已經一年了 不過我們並沒有比他來打敗 反正當時越來越緊張 在做好向他工作的前提下 也入去元旦古板新紀電裏 他希望在新的一年 已經消退國台民安 市民健康 非常感謝大家 也希望祈願國家 在新的一年裡面 有新的更好的發展 能夠這個在安全上 在經濟發展上 以及在健康上 國民健康上 都能夠有更好的一個進步 也希望說在2021年裡面 COVID-19這個疫情能夠退散 國家國泰民安 封條與順 新年元旦新紀電裏 今年是第28年來舉辦 因為說配合的疫情 參加的人所 維持在那一千人以來 不過民眾的疫情並無減少